各位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很精彩的新聞內容 天氣如何呢? 來到9月3日星期六 酷熱天氣警告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是現證生效的 今天天情乾燥,日間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 吹和換至清靜的不至西北風 風勢有時侄靜 今天最高自我善指數大概在10強,屬於15強 驚險啊,昨天有個老母子半天吊 因為她五歲的小朋友昏迷撤死 還說有幾個小朋友在家裡,骨瘦如柴 她說五歲的小朋友瘦得好像只有兩、三歲 是不是人間悲劇呢? 為何會撤死呢?待會看看 另外有一宗公字鐵斷開,搏中了押傷一個工人 喊救命啊,很慘啊 看到屯門有一宗裝修勒索案 拘捕了那個人是誰? 現任區議員的父親 哇,厲害 現任區議員父親被捕 香港現在看到每天都砍人的 北角有個男人被四個刀手砍 我以為在看舊新聞 又是新的 屯門昨天有一宗斬甩手掌 是吧 元朗好像元朗 北角又有個男人被四個刀手狂斬腳 真是慘了 首次有一個紅馬人士離開隔離場所 四人被警察送入竹高灣 做得好 我不是說離開隔離場所做得好 警察做得好,把他送入竹高灣 可能會事後再跟他找數也未頂 算是甚麼罪呢 確診方面低於1萬宗 也有9901宗 差99宗就1萬 再多8人離世 詳細新聞內容 第五波疫情反彈 1萬之後就有99001宗 9714宗本土確診 輸入只有187宗 本地確診個案入面 2818宗是核酸驗出來的 6896宗是快測的 比例也很多 237間學校情報337宗個案 回升到300多 之前就百多 涉及264名學生 73名教職員 當局今天就建議 多五間學校 個別班級停課一個星期 看到這樣的情況下 死亡人數裏面 七個男就是一個女 年齡介乎57至92歲 有三個人沒有打齊三針 其中一人沒有接種疫苗 七男一女八人當中 三人沒有打齊三針 有五個打齊三針 不是吧 這麼厲害 劉家憲通報 他說 佛教醫院內科病房一個患有萬性肺病的82歲女病人 8月30日轉到伊利沙白醫院同日確診 之後就危殆了 在香港佛教醫院同病隔兩名病人確診 其中88歲病人情況穩定 1801歲病人情況嚴重 是的 死亡的個案就沒有特別怎麼提 怎麼寫 我在網上有看到的新聞就僅餘的 字數就是這裡 大家如果上網可以再追尋一下死者怎麼樣 其實都是離不開 長期病患 沒有打齊三針的比率你自己看 我不懂得說 好 看到有其他病毒 書日本說 香港新增三宗登革熱傳入個案 病人來自泰國 古巴和巴基斯坦 就是全世界都有 泰國 泰國就在東南亞 古巴就在南美洲 巴基斯坦在中東 你想想登革熱 就是全世界都有 如果這樣說 接下來 9月5日起 收緊院舍探訪要求 需要有疫苗通行證 遲48小時 陰性證明 不然你 哎呀 確診傳入醫院就很大 因為裡面有很多老人 長期病患 等等 看到 四名熊馬人士 違反外出被送往 捉高灣隔離 這些當然是不對 你本身熊馬的用途就是不讓你出去 你竟然離開隔離場所了 他說 昨天執行隔離令 將四名確診人士 押送到捉高灣社區隔離設施 以阻止病毒蔓延至社區 在社區擴散 阻止病毒在社區擴散 一萬單每天擴散 但是不多嚴重的 老實說 死亡率是偏低的 接近一萬才八個人死亡 萬份之八 萬份之八 對 那就很低了 人家說千份之一 萬份之八 四天裡面有六間食股 罰停晚市 一間酒吧停業 到現匯需快測 適應期到九月三日戒門 接下來是要強制的 也挺麻煩 因為接下來也要早節 看到鄰居確診 居家隔離不肯關門 港南說怕你會播毒 自私精 隔離說隔離不關門 公屋最喜歡打開門 這裏是盛糧的 有沒有報寸刀他 一定有的 有人說在他門口狂噴消毒劑 玩嗎 你去噴消毒劑 消毒劑的口味 擠瓶這麼小 我當你範圍 有雷明燈的擴散 你上下左右隔離的病毒傳染 你不就中了嗎 你是白癡的 他說在他門口噴消毒劑就可以了 不可以嗎 直接 報警叫人來 這些有人處理 要不要自己弄 自己弄也弄自己 不過隨便 你也是玩 他不是玩嗎 你以為 確診都不關門了 真的噴他 神經 張竹君爆金句 沒有電話可以用手機 大家一起做句 在網上 別人會覺得他 何不食肉眉的變咒版 追不到女生可以給女生 我經常這樣說 我找不到女生可以給女生 你以為你是我嗎 有些人說 沒有腦子可以用頭想想 沒有粥水喝 可以吃白飯 沒有公屋可以買私樓 是啊 找不到張醫生可以找張竹君醫生 簡直就是一個完美的句號 他的邏輯 邏輯也挺有趣 沒有電話可以用手機 哦 這樣的 深水埗酒吧 違反了防疫 需要停業7天 男負責人被捕 36客是罰款的 你每天看到那些酒吧不酒吧 那些酒客 喝酒就比酒去喝 去喝你不用做人情做五千元 是不是 所以就是 看到賣豬仔的情況 有12個人仍然受困於緬甸 43港人被賣豬仔 現在暫時知道的數字 43個 有12個仍然在緬甸 說到怎麼夠呢 不知道要怎麼夠 說了數字給你聽 看看其他新聞 真可憐 深水埗藍童命案 死者 皮黃骨瘦 五歲好像兩歲那樣的身材 真可憐 揭四母子 堪開人生 這個媽媽呢 昨晚半天吊 半天吊 是不是想跳樓 雙手扔著 雙腳就扔在半空裡 發生一宗家庭悲劇 五歲男童 凌晨突然在劏房裡昏迷不醒 送院搶救 反雲罰術 死亡了 母親呢 一度激動 企跳 半天吊 幸好及時救回 慘劇透露34歲的母親 已經有三名年幼子女 坑坑的人生 女事主老公早年離家出走 一去不返 勝低她和子女相依為命 一家四口經濟結局 大女和小兒子 只能交由親友照顧 第二兒子 由她本人照顧 案中五歲男童 被發現的時候 骨瘦如柴 身形有如兩至三歲的小朋友一樣受弱 慘不忍睹 警方仍在調查男童的死因 為什麼死?之前做過什麼? 餓死也沒受到 受到這樣 別想其他事情 不知道的 她要看她有沒有驗屍報告 有也不告訴你 通常新聞通過了報告就沒有 哪有跟進的 除非你很嚴重 這件事都大 人間慘劇 現場消息指 女事主欲有九歲長女 案中五歲的第二兒子 還有個兩年前出生的小兒子 大概四五年前 租了深水埗石潔尾街2M號 唐樓劏房單位 事主透露 當年女事主還有個老公一起住 其後南方走路一去不返 盛低女事主和她的子女 一家四口相依為名 據了解女事主沒有領取縱援 靠做散工到日經濟結局 經常未能交租 大女和小兒子交給姐姐照顧 女事主繼續照顧她的第二兒子 即是五歲皮黃骨瘦 有如兩三歲嬰兒 小孩子的體型 死亡時發現面色發黑身形十分矮小 瘦削皮包骨 年約五至六歲 身形由如兩三歲一般簽幼 真是慘了 真是窮 沒有錢 沒辦法 有時候說窮沒有生子 別人以前有老公 有老公可能有錢照顧 還是窮 住劏房 一個意外 兩個不小心 三個就專門了 沒錢還生那麼多 就產生了很多悲劇 你不吃 小孩子也要吃 靠打散工 我都沒碰 所以說 唉 又是一宗 一宗就說 不是生子要拿牌 牌也要拿的 你有什麼理由五歲 養得好像兩三歲那樣的身形 其實主要來說就是 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 就這樣了 沒有經濟能力 是不是就要做一些違法的事呢 警察在將軍澳 拘捕了一個49歲的女人 在東廣城一田 五宗盜竊罪 偷東西 專門偷日本貴價的水果 這個女人 在將軍澳 近來致力打擊店舖盜竊 將軍澳警區特遣隊 在1號 9月1號 下午1點 反罪惡巡邏 坑口連理街商場 裏面發現一個49歲姓張女子 容貌和特征和較早前 在東廣城一間超級市場發生的五宗盜竊案 疑犯很吻合 看上去戴口罩 你猜不認得你 髮型和衣著全部 身形一模一樣 警員於於是 以涉嫌店舖盜竊 將她拘捕 消息指 涉案超市一田百貨 被捕女子家庭主婦 區內中產居 中產居民 有些錢 沒有犯案紀錄 她不是沒有錢才偷東西 她是貪心 她是貪心 偷了什麼呢 共選室 八包日本青提子 似乎很喜歡吃的那隻情王 一個蜜瓜 一包煙肉 市值3445元 偷的提子每盒都400元 這個女人就真是專偷青提 唉 是很貴的 吃不起 就沒有鬼吃 現在吃王家飯有你份 是不是王家 現在不算王家 不知什麼飯 吃那些 吃監倉飯 真是真是 真是 昨天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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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德地盤公字鐵 斷開 跌下來 打到工人 工人大叫 叫白車啊 叫救護車啊 這樣 一下子打下來 那些鐵很重 一下子打下來 南宮左邊長褲被割開 大腿位置受傷 左邊肩膊有紅腫 倒地不起 動彈不得 仍然清醒 有工人上前了解 戰高旗頭部 多次大叫 叫救護車啊 個個有手機 只有叫字 未經有地盤安全主任 和 帶著急救箱來 昨天早上10點 受傷的男人姓謝 39歲的男子 在扎鐵 被公鐵打下來 打到左腳 導致骨折 清醒 先糟 痛醒 被救護車送去伊莉莎白醫院 治理 勞工署發言人表示已知道這個事件 拍完到場了解 就調查事件的原因 唉 在地盤很危險 扎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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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賺很多錢 不是這麼容易做 打下來 打到肩膀 打到頭就沒命 所以經常說 做地盤很多錢 做地盤不用讀書 不用讀書 也不是做地盤 練好把口 做銷售 每個月 都是六位數字 少的 成功得來少的 成功得來多的 你去賣法拉里 去賣豪宅 你真是 沒有人問你學歷的 那些也要考牌吧 但也要 其他工作也有一定危險性 錢呢 很多方面都有機會賺得到 但這件實在太離譜了 屯門裝修勒索案 新義安叔父 蘇牛 蘇牛 報紙說她是有背景人士 這位叔父被捕 女兒現任區議員 嘩 近來有個和田村 清田村新落城的屋苑 裝修工程 利益 恐嚇村內承辦商工的裝修公司 收取巨額保護費 為何現在都有這些事 你怕她不敢報警嗎 她有個手機在附帶 其實報警很閒的 報警就拘捕 警方在1號採取一個叫速流反黑行動 拘捕16名男士 賭破一個武器庫 被捕人士包括新義安兩名叔父 蘇牛和車胎法 被捕16名男士 年齡介乎20至68歲 大部份有黑社會背景 大部份 沒有那些都可能 沒有那些都算跟人去做這些事 不是的 你入會呢 要做手續的 可能未做手續都未頂了 很多很多級別 這次有兩個黑社會黑幫高層 蘇牛和車胎法高層 以及三名骨幹成員 他們涉多宗三合會罪行 包括自稱三合會成員 以三合會社團成員身份行事 刑事恐嚇從有攻擊性武器和藏毒 那位蘇牛 全名叫蘇國明 68歲 說他 刺測江湖多年 行走江湖 刺測這麼厲害 由於年輕時力大餘牛 江湖人冠以蘇牛綽號 回歸前 這位蘇牛 活躍出位 紅霸青山醫院附近 專做放訴生意 其後勢力延伸至建生村 梁景村一帶 染指骨灰鞍和丁屋的生意 賺很多 回歸後 1997年之後 就低調了 正當商人面目是人 以前力大餘牛 似乎只是棍 什麼棍 你們自己想 不要說太細節 曾出任獅子會會長 他女兒是蘇家文律師 曾加入新聞黨和實政元昌 現在是獨立建制派人士 2011年蘇牛支持她的女兒 蘇家文參選區議員 蘇家文至今仍然是屯門區議會寶田區議員 2017年蘇牛嫁女兒 在黃金海岸大排延殖 不少江湖好友都到賀 包括一席神隱的新義安龍頭向華艷 經常聽說向華什麼向華 原來龍頭向華艷 艷明熙的艷 向華艷 足見蘇牛地位厲害 真是叱咤風雲 龍頭也來 你女兒的婚宴 至於這個車胎法 原名是中運法 屬於新義安老叔父 和蘇牛同輩 但性格低調 名氣沒有蘇牛那麼猛料 據知今次警方打擊行動裡 這個車胎法 兩個兒子都有被捕 兩個兒子 畜號 叫肥麥和阿寶 都是新義安成員 近年非常出位 他們就是 有些工程公司 裝修公司 向那些承辦商 裝修公司 拿保護費 恐嚇驅趕 和在附近招攬生意的工程公司 以一間水泥沙石公司的名義 企圖操控兩屋村水泥沙石的供應 當中涉及很多錢 賣貴市價四成就賺取暴利 不給啊 是不是 那又怎樣 他們有 一個武器庫 有一支伸縮棍 四個鐵錘 三支牆棍 三支鐵通 和少量毒品 會怎樣 不知道 他又沒有說會怎樣 不過就 說我的新聞給你聽 自己想吧 好 另外 哇 今天 真的 這麼多斬人案 香港好像很不安全 北角男子被四個人狂斬 雙腳中刀 肉血送軟 日日都有人斬人 這次沒有脫腳出來 昨天脫了手掌 有人 這次英皇道斬人案件 在凌晨三點 一個男子和朋友出去消遣 有些報紙說他去打完骨 骨 骨在哪裏 就是北角水寮中心 是 有些報紙說凌晨三點 另一份就說凌晨五點 三點說五點 先說三點 因為三點去消遣 消遣完就應該五點了 也是準的 五點在英皇道250號 北角城中心對開 被四個刀手 狂斬 出來圍斬 事主走避不及 雙腳中刀 買你的雙腳 移空等人 登上私家車 逃去無蹤 雙姐同行 女朋友 和圖人 很害怕 報警 這樣斬法當然害怕 叫救命 赤赤赤赤的 由救護車送去馬麗醫院搶救 清醒 消息人士指 他們就在水療中心 玩完一刻出來就被人捕 私家車封辭 不是私家車 封辭而至 跳出四名惡漢 向事主追斬 雙腳中刀 肉血重創 不斷斬腳 裂作傷人案處理 警方正追緝 刀手歸案 調查血案的動機 嘩 很多單 要拘捕很多人 每天都有這些斬人事件 香港是很安全的 起碼沒有販賣人口 不過如果有些東西涉及到 黑幫或什麼都很不安全 所以大家不要跟一些有危險的人士 還有你晚上出街 不是打劫 得罪人是被人斬的 香港這些危險 但普遍來說都很安全 你說會不會建一份工作被人買去柬埔寨 香港好像暫時都還沒聽到 在香港境內 你說收多個電話去外地 去旅行 去杜拜 然後就說去了柬埔寨 都有 但香港境內就沒有台灣那麼猖狂 台灣簡直是一份正正常常的工 去到可以綁你 都有的 香港多的是販毒 深水埗警區的反毒品行動 兩男女涉藏毒被捕 天天都有 這次是15000元 海洛英懷疑 逮捕了一個本地47歲女子 另外有一個男人身上找到15克海洛英市值 都是15000元 兩個都是15000元 這男人是52歲 藏毒的新聞天天都多 天天都多 亂開車也有 大埔私家車狂亂駕駛 警察閃避不及捱撞 什麼 警察被車撞 警車撞 應該撞到警車 警車停泊在大埔白石角科研路近一個回旋處 一名警員下車調查案件期間 不是撞警車 私家車突然間 駛離上指撞向停泊的警車和兩架 私家車是南警 閃避不及被撞到 嘩 別離譜 阿sir也撞到 剛才凌晨時分 他糟糕了 糟糕了 糟糕了 狂亂駕駛 幸好不是襲警 不是看著阿sir來撞到 這些 他說 暫時未有人被捕 為什麼會這樣 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撞完警車撞到阿sir 暫時未有人被捕 被撞警員腳步受傷 不是 搞錯阿 案件列作狂亂駕駛 未有人被捕 不是說 報紙是這樣寫 我這樣讀你聽 另外 紅磡 順豐工人 被貨車的尾板夾到腳趾 送丸救者 做這些都有點意外 所以你說 怕什麼 將來不做文職就做什麼 不是說不行 不過是容易有其他意外發生 堅尼地城有個11歲的男童 被私家車撞傷 送丸 昨天大陣仗 很多人圍觀 傍晚6點 收工時分 一輛私家車得輔導西東行 西長街北郊街近堅尼地城泳池 撞到一個11歲過馬路的男童 受傷清醒 經過包紮之後送去瑪嘉莉醫院 真的 又是在馬路中心 那裡應該不能過馬路 為什麼會撞到一個小孩 奇怪 那個小孩應該過馬路在那裡 但是被人堆倒 應該就是這樣的 另外 警察在蘭桂芳 反這個 扒手 杜舌 拘捕了兩個男人 再起了29萬的裝物 這次也拘捕了人 57歲的叔叔 在做什麼 跟另一個本地男子身上 倒去財物 他有什麼事 上前祭子 當場拘捕這個57歲的叔叔 他說他是爬手來的 人員在這個叔叔身上 起回屬於受害人的1萬元手提電話 另外在尖沙咀 拘捕一個37歲外籍男子 和上個月另一宗 在蘭桂芳發生同類的劫案有關 包括 有手機 手錶 銀包 哇 共約28萬港元 這麼誇張 做爬手都爬到20多萬 哇 出街帶這麼多貴的東西 做什麼呢 上次九龍城有個婆婆被人搶了1萬6元 就說兒子給他1萬6元 警察就拘捕了一個印度男人 那個婆婆開心 他在一個 文訊 展笑顏 知道這件事 哎呀 你收好些錢啊 有子女 帶你離開這條街 你不會被人搶東西 是不是有賊 就拘捕了 好 多謝天保佑 多謝警察 拘捕一個賊 又有千千萬萬個賊 只要人有貪念 就會有賊 賊被人拘捕 好 沒有被人拘捕 不過你也是危險 處於一個危險的地方 婆婆小心點 子女儘快帶他離開 睡街的地方 另外呢 前幾天在太子站 有人聚集被捕 01那裡報道 說男子清 警署內受酷刑對待 受傷 日品就索償 是不是 哦 就是前幾天有人被捕 不過呢 就是說回 原來是2019年 10月1號 就不是那個 831 是10月1號 就在港鐵太子站B1出口被警員制服看管期間 就在旺角警署機留期間受傷 就說這個傷害和損害 就基於警員施襲和酷刑對待所致 警員行為違反其法定責任的條文要求警務處處長就此作出賠償 他就入品這個原名叫做勞家業 當時被人押了 有這樣的案件 就跟大家報 另外有一個叫做周恆彤強調支聯會案沒有煽動和反中 就說政府指控是偷換概念 他這樣有一個為自己的辯匯 他認為追求民主是無罪的 這些不知道 播放六四片段是歷史紀錄 就看看將來他們有什麼情況 再跟大家報 昨天北角東保小館是最後一夜 很多人去捧場 陳果也有去 還有前港者也有去戰鬥 用戰鬥碗來乾杯 路比有沒有玩一字馬 因為昨天也是最後一天營業 結束三十年的歷史 雖然仍然有空桌 因為不是很多人去留念 有電影導演陳果也有去 還有 被爆約三十年前參加過香港小姐的食客也在場 周圍都見到明星 經理有表演一字馬和筷子開啤酒 這個地方相當有特色 大家以後只能夠在相片裡見到東保小館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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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